我是他 我绝不推人 因为推一定输 输就不好嘛 对他总统之路 对阿伯 这第一件事 第二 陈思雨看起来条件都好 可陈思雨付女票很少 你知道为什么吗 男生讨厌那个连胜文 是因为他老婆太漂亮 一些酸米 可是呢 女生看他那么美 也会嫉妒 而且他 他要付自己一件事情 我认为应该推学姐 不该推陈思雨 我是阿伯的话 为什么 哪一个学姐 大学姐还是小学姐 那个小学姐 小学姐 因为他想 小学姐也很美啊 女人就不会嫉妒吗 不是 因为他的背景有关系 他所有联赛很闷 那他家也很好嘛 对不对 好 那他呢 他有个坏心眼 我说一个课文者 我你看 我空军就是我阿伯出来 还有自信 我陆军 我跟他爸爸 陈思雨的爸爸结合陈建民 我想空军加陆军 我想赢 简单讲 可是选家去民调一直第三 为什么 因为他误解了白色力量 白色力量 加大业大就不是白色力量 所以你不 以后你各地推 这个推陆军 一定不要有加大业大 而是很棒的 家世很平凡的年轻人 以后推立委 这样才有希望 好 那回到他 就他想什么呢 他想说我 陈思雨条件好 爸爸很强 在士林怎样 然后呢 好像我找到一颗5000年的 阿里山的大神木 很棒 可是丢掉了整片 阿里山的森林 年轻票跑掉了 这个是阿北没有想透的地方 那这三组呢 那我们还是一样 今天陈思雨不能变成蔡英文 他一定要请他拿三成的选票 我们陈宾府相对好选 我们打的如意算盘 就是433的选举 所以拜托陈思雨怎么样 也要搞个25% 30% 那因为我们陈宾府很特别 他在大同的国民党以外 有一些潜率的票 他称为大同王 他得2万2里面 你知道中山有四十几个里 大同就25个里 不是 我跟你讲 他还有姐姐的余印 是 他自己很认真 他大同超强 可是何志伟也不可小叙 何志伟他已经准备了很多年 先攻设置岛 其实设置岛本来跟他没关系 适临的设置岛 再攻大同 我像尝到大同一走动 那他没有找王世杰 是他的错误了 有有 我帮他 我帮他扫街 我帮他做很多组织战